基尔一根在死之前的最后一天终于确定了一件事 他要做上帝 只不过这想法刚一出生 他就没几分钟活头了 最终 他的独女接下了这根接力棒 关于父亲到底怎么样才能当上上帝的问题 一根家族的第二代寄生者想了好久 基尔这个死人能不能成为上帝 这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 现在只有两种情况可以满足基尔的要求 第一 他现在就复活 然而根据唯物主义 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 所以思来想去只能采取第二种方法了 为了满足创始人的梦想 一根家族历经图治多年 终于找到了那第二条方法 基尔终于在他闭眼几十年之后 实现了他的冤枉 即便整个一根家族都是人上人 即便他们甚至可以利用那恐怖的财力操纵政府 即便他们能够成为州长甚至是总统 但是他们总归只有管理权 一根家族的每个人深知 州长也好 总统也好 哪怕是当上了地球的酋长都没用 这些头衔和上帝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脑破了脑壳 所想出了这样一种做法 弄来一批孩童进行统一的培育 统一的教育 这样 这批孩童最终就会成为基尔的忠诚信徒 而无论人数多少 基尔总算是当上上帝了 但这其中又有一个问题 人就是人和机器不同 他们会思考 有什么主观能动性 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这种洗脑 除此之外 如果这帮孩童的天资不足 即便是被培养出来 也完全不符合伊根家族追求的精英教育 最后一点 成本太大 而且很有可能是拿肉包子打狗 这种方法被否定之后 伊根家族再次陷入了困境之中无法自拔 到底怎样才能让我们那伟大的创始人当上上帝呢 没过多久 一项新鲜的发明被写在了奴蒙工业的项目申请表上 董事会一看 发现这个发明者不得了 公司里竟然还有这样被天命人的技术人才存在 在董事会的全票通过之下 这种技术被巨型公司鲁蒙工业 当求的拯救人类的救命稻草推了出来 该州的参议员率先适用了这项创造性的技术之后 一切都改变了 没过多久之后 这技术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 扩散到了全州甚至全国 最终在排山倒海的骂声中 鲁蒙工业的董事会 也就是一根家族剩下的人 喜笑颜开地宣布 我们终于完成了创始人的梦想 他现在终于是上帝了 而一层是 鲁蒙工业位于地下的分离工作区 也就正式被启用了 分离工作区的所有成员都深知异点 根据调查 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每天平均要说一万八千多个字 几百上千个句子 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废话 但是鲁蒙工业的创始人基尔 可和这帮乌合之众不一样 虽然这里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容 但是他留下来的真知灼见 全都被印在了树上 这些话成为了所有成员 必须要背诵的东西 相比他们要做的工作而言 背诵基尔的语录 才是他们一天的工作中 更为重要的事 而光辉背诵并没有达到要求 上面的每一条 他们都必须身体立行 他们每天待在分离工作区的时间 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 真正在做工作的时间的确很长 但是背诵基尔语录 并且将基尔的语录 应用到工作中这件事 明显比工作更重要 马克已经在分离区工作好几年了 基尔的语录他已经背下来了大半 而对于他这个档次的员工来说 语录里最重要的一条 很简单却相当难做到 所以在马克和其他同事的努力之下 他们终于将这一条 给彻底贯彻在了部门里 你的同事是你唯一的朋友 也是你唯一的家人 每每在脑子里想起这一条 马克都会再膜拜基尔一遍 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如此智慧之人 在这几年期间 马克和每一个卢蒙的员工一样 恪守这条守则 所以他和部门里的其他人 关系都很不错 同事一共有三个人 一个是胖子 一个是老卷 还有一个就是主管佩奇 如果胖子和老卷 都还只是算他的朋友的话 佩奇就像是他的亲哥哥 从他面试进来之后 他的工作也好 在公司中的生活也好 几乎都是佩奇手把手教会他的 最终靠着马克自己的努力 他终于也成为了部门中 能独当一面的人 他感觉自己马上就可以和佩奇 分享这个喜讯的时候 恭喜佩奇终于把他这个儿子 养出来的时候 他却得到了一个小的三四天 也没想通的消息 佩奇离职了 而接下来的发展 则比较醒了乐见 由于马克遵守了 伊根家族的规则 为公司卖命多年 工作能力永目共睹 再加上接受过多次 公司为他量身打造了心理辅导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公司人 在佩奇宣布离职的今天 马克非常荣幸地代替了 他敬爱的佩奇的位置 成为了宏观数据 精简部的主管 这样的升职加薪 会让马克眼下的生活 发生极大的改变 因为每一个升职加薪的优秀员工 都能获得一次华夫饼盛宴 每个得到奖励的员工 都能和上帝基尔共进晚餐 除此之外 部门的员工就是四个人 多一个少一个 都不能叫四个人 佩奇离职之后 马克还将负责训练 马上就要入职的新人 你想到自己即将拥有的福利 马克很有一些小激动 即便他马上就能享受到这些福利 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再次窜入了他的脑子 佩奇怎么可能会离职呢 因为离职这件事 对于卢蒙工业的员工 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更别说是卢蒙工业的分离区了 我倒是很想跟你细讲完 分离区 还有他们这边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现在有一个十分紧急的事情 在等待马克去做 给新员工的培训简直迫在眉睫 毕竟上级要求 宏观数据经检部 一直都要是四个人 所以这替补的第四位 很重要 这是一位女同事 长相漂亮 眼神沉澈 培训的课程很简单 一共用时都不会超过一上午 当然如果这位同事 能在20分钟之内快速醒来 我们可能就只需要30分钟 就能结束培训 如果这位同事用了一上午才醒来 那马克很可能要和老卷 坐在旁边的监控室里 等整整一上午 这一切都是为了新同事 同事对于他们来说是至高无上 所以说即便因为新员工的培训 而耽误了工作 接着也一定会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 女同事被带到了 培训专用的会议室 他整个人趴在了桌上 面前放着一个同时具有通信功能 和设想功能的麦克风 马克瞟了一眼监视频 这个女人露出了一点都不特殊的表情 那是疑惑 急躁和恐慌 她从桌上爬了起来 开始在整个会议室中乱窜 以便用力敲着监控室的门 还拧着门把手 即便有老卷在旁边协助 马克依旧被这位新同事的过度反应吓到了 她的手心浸出了汗 面前的培训指导手册上的字 显得越发小了 她越紧张越看不清楚 这是她当主管之后的第一个任务 而她也清楚地知道 她在通过这个麦克风和摄像头 监视这位新的女同事 而她的几个主管 正透过这个房间的摄像头监视着她 她让自己很快冷静了下来 回想起之前佩琴是如何培训自己的 于是乎她终于开始了这场新任培训 一开始问的这五个问题 念起来其实不难 更关键的是 这位女同事的反应也都很正常 她在听到第一个到第五个问题的时候 分别露出了迷茫 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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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欲哭无泪的表情 这五个问题中 她有四个不知道答案 唯一一个知道答案的问题 是让她说出 自由国随便一个州的名字 最终在她即将崩溃的下一秒 马克打开了门 就此宣布 她的答案都是满分 这位女同事很显然是个小辣椒 拥有一个随时会爆炸的性格 这点倒是让马克感觉到很奇怪 这位女同事显示出来的个性 根本就不像是已经做过分离手术的人 马克试图跟她解释这些原理的时候 这个女人拿起了那个麦克风 就砸向了马克的额头 剧烈的疼痛 让她完全忘记了 接下来她要说的话 伤口不大 但是已经形成了 这一切都不对劲 她实在是太冲动 太暴力了 真的不像已经完成过手术的人 但是前面的测验 的确显示 她的手术成功了 在这样的疑惑之下 马克还是强认着疼痛 完成了接下来她的工作 她要为这位新员工 新家人解释清楚这一切 首先 这位同事必须知道 她的名字叫莉莉 除此之外 她在两个小时之前 完成了一项手术 现在为止 全世界范围内 只有他们所处的 卢蒙工业 有权利做这项手术 这项被称之为 分离手术的高能医学科技 参考了大量的心理学家 关于人格分裂的病例 并且将这些 和人类解剖学完美结合 每一位接受手术的人的脑部中 会被插进一枚芯片 这枚芯片会在大脑中 创造出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格 原来的人格和创造出的人格 只共享一个身体 不共享记忆 人际关系 甚至感官 也就是说 我和我的第二人格 共享一个身体 但却因为完全不同的 两套意识形态 这个国家有很多人 已经接受了手术 而卢蒙工业牛逼的地方在于 他们不仅可以造出 一个新人格出来 甚至还能完全控制 这两种人格的切换 接受了改造手术的人 被称为分离人 每个分离人切换人格的方法 和时间是完全不同的 而对于马克他们 这帮卢蒙工业分离区的员工来说 他们切换人格的方法 和别人的比起来 要简单粗暴得多 分离区位于 卢蒙工业的办公大楼里 只不过分离区 在地底很深的地方 这里没有窗户 没有阳光 只有人造光 和人造的空气循环机器 每一个分离区的员工 上下班都会搭乘电梯 上班的时候 当他们随着电梯 从地表到达地底的时候 他们的人格 会在电梯中自动切换 也就是说 当他们上班的时候 会从主人格切换成新人格 下班的时候 从地底回到地表的时候 他们的新人格 又会被切回到主人格 他们人格的切换机制 相对于其他人来说 是不是相当简单 以上下班的时间作为标准 而电子运行 就是处罚点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信不信 我把椅子砸到你脑袋上 快点放我离开这里 马克回想了一遍 他刚刚的说辞 说实话 很清楚嘛 毫无破绽嘛 这个女人怎么还没听懂 不但没听懂 还要打人 判定事务到了最后一个分支 如果工作人格 第三次要求离开工作区 那么主管有权利 带他前往楼梯间离开这里 面对楼梯间的莉莉 即将要经历一段 比刚刚从那个会议桌上 醒来的经历 还要离奇的是 马克将他领到了这里 他告诉莉莉 莉莉走楼梯间 除分离去的事 她是不能看的 莉莉想当然地以为 这是所谓的保密协议 也就没想太多 而马克站在前后 面无表情 这玻璃窗外 的确是楼梯间 莉莉也就一股脑地推门出去 往返数次之后 他发现了一个 令人惊恐的事实 无论他从哪个方向 推这扇门 他最终都会被 一个力量给带回来 在重复数次之后 聪明的莉莉 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世界上唯一 这么离谱的地方 这么丝毫不遵从 物理规律的地方 就指上下 地狱了 他死了吗 当然不是 而且也不是 所有的物理规律 都会在分离去失灵 反而 所有的物理规律 在这里 都被扩大化了 今天受到的惊恐 实在是太大一份了 他实在无法消化 直到几秒钟之后 他突然反应了过来 马克说的没错 这家公司 竟然把薛定恶的猫 这样一个思想实验 带到了现实 还做成了 这建筑的一部分 关键不是这扇门 而是这扇门 有没有被其他的人看着 根据薛定恶猫的理论 一旦盒子中 被放置了一双人眼 那么那只猫的状态 就会被固定 如果没有其他的人眼 在盒子里 看着这只猫 那么这只猫 有可能死 也有可能活 由于没有人看着 由于这只猫的状态 一直在运动 由于量子力 是能够被证明的 所以 马克不允许 看着他离开 而没有马克 这双人眼看着 他就永远走不出这扇门 即便这扇门 看起来是那么的普通 而且看起来 的确是通往楼梯间的 这家公司 到底有多可怕 他们到底拥有 怎样强大的科技 竟然可以将地球的 自然规律 给玩弄于鼓掌之中 他到底为什么会进来 其他人又为什么会进来 他们为什么 那么淡定 莉莉的满脑子里 充满着疑惑 而她知道 她不会一下子 就能明白 这些问题的答案 新人培训也到了尾声 而莉莉即将见到 她的下一批上司 她是宏观数据 精简部的第四名员工 代替了离职员工 佩琪的位置 她的直接上司是马克 也就是精简部的 新任主管 初子转 整个分离区 还有三个区域主管 分别是分离区 唯一的老大 尹女士 她的秘书小黑 以及一般情况下 不会出场的安保主管 而莉莉的培训 也到了最后一步 那就是观看 她的专属影片 一台老式的电视 被拖了出来 录像带开始播放 在不怎么清晰的 诡异画面中 她自己的脸 出现在了屏幕上 屏幕里的女人 喜笑眼开 一脸轻松自在 她拿着面前 那张纸 缓缓地读了起来 这是一份 很诡异的免责声明 和这里所有的员工一样 莉莉的主人格 自愿接受分离实验 在卢蒙工一的手术帮助下 主人格将只负责生活 而在这里的莉莉 则是实验后 创造的新人格 她将只负责工作 和马克之前说的一样 这两个人格的切换 很干脆 他们的意识 被完全分离 不会被共享 生活人格 不会认识工作人格中的同事 而工作人格 也不会认识 自己家里的伴侣和孩子 这算是个怎么回事 不是 你们不觉得 这种事很离谱吗 对不起 他们完全不觉得 面对着这些 稀以为常的同事们 莉莉被带到了自己的工位上 而她发现 这里有很大的一个厂子 可桌子却摆成了这样 其他的空间都浪费了 他们完全可以把桌子 摆在四条边上 这难道不会增加一点空间利用率吗 而当胖子和老卷 把下巴抬起来 和他打招呼的时候 他才明白 这桌子设计成这样的原理 而与此同时 他也明白 这个部门为什么只要四个人了 桌子的设计 很显然是方便 他们四个人互相监视 你唯一无法监视的 就是每个桌子上的电脑屏幕 但与此同时 你无时无刻可以看到 另外三个人的脖子和脑袋 他们到底有没有偷懒一目了然 他们露出了什么表情 心里的想什么 在这种桌子的摆放下 一目了然 而这种无所不在的凝视的功能 远比安装摄像头要更有用 因为对于新人格来说 最亲近的人无疑就是这帮同事 而面对最亲近人的凝视 很多东西都是无法掩饰的 当然 很喜闻乐见的是 他们的屏幕后面 本身就是个摄像头 举个例子 如果让看这个视频的你 去一个不见天日的弟弟办公室上班 顺便告诉你 你的一言一行 都在被360度无死角的监视 你就过着楚门一样的生活 你愿意吗 我敢说几乎没人会愿意 而这也就是分离手术的目的所在 一个从小接受着自由民主思想的人 如果想要迫使自己 进入那样的环境之下工作 那么分离手术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而从这项手术中获益最大的人 依旧是卢猛工艳 人的大脑是最神奇的器官 因为只有它是纯粹的耗能器官 而在大脑的帮助下 即便没有这样的分离手术 我们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脑子里 塑造很多的人格 当然 这并不是人格分离 与其说是人格 倒不如说是角色 人的意识 卷你人类不能独自生活在世界上 于是人类社会就形成了 在社会中生存的人类 会扮演很多的角色 比如说在公司里的角色 在家里的角色 在社交场所下的角色 在互联网上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上的角色 等等等等 很显然 卢猛工艳把这一切都简化了 的确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我们只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生活中的我 一个是工作室的我 不得不承认的是 我在工作场所里是一个人 而我回家之后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的确能够游刃有余的 只用大脑就分辨出 我应该展现出怎样的人格 但是这种平衡 还是会被打破的 而且抱歉地说 这种平衡太好被打破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在工作中累积了大量的压力 又或者我在职场中 由于人际关系的问题 而绞尽脑汁 这些压力会使得 我将积蓄的压力 或者情绪 发到我的家人身上 除此之外 这些压力会严重影响 我在家的睡眠效率 无法得到好的睡眠 我的精神就会 长时间地处于紧张状态 长此以往下去 就会有发展成焦躁症 或者抑郁症的可能 又或者 我在家里因为孩子 或者父母 以及伴侣的关系 而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这些在家中的压力 如果得不到发泄 同样也会影响睡眠 而这些家中事宜 也会影响我的工作 这两边 几乎总是无法被协调好 所以随着生活条件 再变得更好 人类的心理 却在变得越发不健康 处在这种 水深火热情况下的挣扎者们 无数次地向上帝祈求 请赐予我 另外的一个人格吧 让我忘了工作 或者 让我忘了生活 这只是记忆分离手术 出现的一条重要原因 还有一项比较特殊的原因存在 如果此时此刻 我因为我的家人去世 或者某些灾祸降临 导致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中 无数次地想自杀 唯一能够拯救我的 就是快速遗忘 而作为一个记忆正常的人 没有任何外力的影响 我几乎是很难走出来的 所以记忆分离手术 在此时此刻 显得那么的重要 倘若我一天有一半的时间 是遗忘了那段痛苦的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需要承受的痛苦 只剩下了原来的一半 不可否认的是 任何的新鲜技术 被推出的时候 初衷都是好的 从我刚刚的分析来说 记忆分离手术 的确是能拯救那么一拨人 正如我说的 发展的科技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如果这科技 被卢蒙工业 这样的垄断寡头 给捏在了手里 那么这些技术的意义 就会出现本质上的变化 这项手术之所以 会被卢蒙工业这样推崇 就是因为 它简直就是为了 基尔能成为上帝 而设计出来的 红端数据精简部的这四位 当然非常了解上述所有的设定 和莉莉在视频中所说的一样 他们是绝对自愿接受手术的 这四位愿意接受手术的原因 当然也各不相同 不过现在的情况看来 不管他们的主人格 到底是否痛苦 他们的工作人格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快乐的 或者我干脆换个字 是无忧无虑的 由于上帝基尔一直在强调 同事是你唯一的家人 所以他们几乎不会因为 职场的儿与我诈 而抓耳脑腮 唯一只有那几位上司 显得严肃又死满 再是太诡异了 再加上莉莉昨天在此经历的这一切 她实在无法理解 其他三位同事 为什么淡定了就和局外人一样 他们显然很满足于 这里的工作和生活 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 但是他们总是能因为 多一杯咖啡 能多十分钟休息时间 而喜笑眼开 而莉莉的疑惑在于 她并不是认为这些事不值得高兴 而是因为她不知道 什么叫做高兴 这也许是分离手术之后的后遗症 而就她观察而言 她认为这个后遗症 只有她得了 马克开始耐心地教授 她工作内容 首先打开电脑之后 屏幕上会出现一堆数字 零到九都有 会被排列的杂乱无章 除此之外 最下面有一排箱子的形状 而这个部门需要做的 则是将这些数字 挪到他们应该呆的箱子里 这份工作很奇怪 得出这条结论 让莉莉觉得很惊讶 因为作为这个工作人格 她从来都没做过其他的工作 不光是她 同事们也不了解她 这奇怪的排斥感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按照理论来说 他们就像是孩童 孩童总是能接纳 绝大多数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事 但是莉莉的排斥感 显得太严重了 这很显然不太合理 但是他们并不清楚 这一切是不是因为 莉莉的分离手术 成功的不彻底所导致的 我们再回到 把数字挪进箱子的问题 作为宏观数据精简部的员工 他们对数字 有一种特殊的评判标准 有些数字代表着恐惧 或是别的情绪 他们只需要将这些 代表着同意情绪的数字 一进箱头的箱子里即可 我还是拿孩童做比较 的确 孩童会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 但不成功地尝试几次之后 他们会开始思考 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莉莉就问了马克这个问题 马克胖子老卷都回答不出来 因为他们从开始 就一直在做这件事了 他们怎么就从来都没 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呢 莉莉果然和他们截然不同 她不仅有暴力倾向 而且很显然是本部门 第一个提出离职申请的人 而之前我也说了 离职对于整个分离区来说 都是不可理喻的事 首先因为他们把量子力学 运用到了这建筑里 所以你的肉体并不能够离开 而意识就更不可能 那么轻易离开了 离职就一个条件 你的外人格也要同意辞职 而所有的公司人格 都默认的一点是 他们的主人格是百分之百 坚持要在这里工作的 工作人格们只是有所耳闻 主人格们在外面 过着很好的日子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 那就是再生产 当他们经历了 一整天的工作之后 他们的肉体会感到疲累 而这个时候 主人格将会重新获得 肉体的管辖 到外面的世界 通过吃饭 睡觉和娱乐 让这具身体重新满血 再回到这里来 让工作人格 接管身体 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而这基本上 就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 工作人格发现 主人格将他们的身体 照顾得很好 他们器官正常 精力充沛 这份工作 让他们得到了高薪 大房子体面的身份 说不定还组建了家庭 和家庭成员之间 还保持着相当和谐的关系 这些几乎都是 普通人最想要得到的东西 意识中的碎片告诉他们 他们的身体吃得很好 住着很好的房子 参加逼格颇高的聚会 和伴侣或者女朋友的消遣 也很愉快 但问题很显然在于 我们吃真的是为了吃吗 的确 一开始我们的吃 就是为了吃 但是我们后面 又是为什么想吃好的呢 吃好的和吃差的 在本质上来说 几乎没有差别 吃好的 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感官 除了吃 还有娱乐 还有住大宅子 这些欲望的满足 产生的快感 全都让主人格享受了 那么工作人格得到了什么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工作人格 有工作人格的快感所在 当然 这些快感感知的来源 都因为饥饿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饥饿 工作人格的生活 将会索然无味 他们的生活 将会充满着愤恨 嫉妒和绝望 所以既然快感的来源 和欲望都截然不同 这两个人格 势必水火不容 那么对同一件事的看法 一定会天差地别 要想让两者 一致同一辞职 无异于天方夜谭 那么问题来了 佩奇是如何辞职的呢 她是如何说服 她的主人格同意辞职的呢 不过 马克这个疑惑 将会马上得到一个 官方的回答 而小黑已经拿来了一颗皮球 准备开始 迎新宴会的第一步 自我介绍 他们零零散散地说着 自己关于去向手术 和现在工作的见解 而马克则第一次 提到了佩奇的问题 小黑顿了顿 是安抚马克 让他不要乱猜了 佩奇生活得很好 虽然极其离谱 但是这次离职 的确是佩奇 自己亲口提出来的 在一段丰富的水果餐之后 迎新会也到了 收尾的最后一步 那就是照全家福的时候 他们在告诉莉莉 也在告诉马克 疑惑和佩奇 已经成为了过去 现在你必须要关注的 就是你身边站着的 这三个人 帮姆小黑 拿着那台老式照相机 一遍一遍地说着 微笑 鼓舞 这阵胖子和老卷 不为所动 而马克甚至欢天喜地 莉莉突然摘下了公牌 这种令他窒息的古怪洗脑 让他全身不适 他一秒钟 都不想在这里待了 于是他带着呢 写给主人格看的 让我离职的便条纸 冲向了那台 作为触发点的电梯 尽管马克三零无声 分离区不允许 任何带文字性的东西 从分离区离开 然后前往地表 否则就会引起警报 安保主管就会出现 把你带到休息室 但是莉莉才不相信 这些狗屁捣糟的 扯独自可及 结果 等到哪害人的警报声传来 她试图用人力 合上了电梯门的时候 那个不会轻易出现的 安保主管 将警报消除之后 跑到了电梯口 来行事问罪 莉莉瞪着那双大眼 她用自己的眼神 质疑着面前 这个可笑的男人 还没等安保主管 发好失令 马克慌忙计划 大概意思就是说 由于他很多话 没和莉莉说清楚 导致莉莉犯了 这么严重的错误 也就是说 这次重大失误 马克愿意接受 所有惩罚 莉莉不被允许看到的 是马克走进了一条 狭窄到了极点的走廊 这里的灯管 灰暗墙壁粗糙 反着一种诡异的光线 走廊的尽头 有一扇门 也就是 那就是传说中的 休息室 Breaking Room 然而在英语中 Break的含义有很多 休息只是其中 比较常用的一种 马克在其中 承受了处罚 即便莉莉 胖子和老卷的工作人格 对昨天发生的一切 都印象深刻 但是他们记得 不是很清楚 总之马克在休息室中 待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他们西阿班了 他也没回到这里 而今天 他干脆没来上班了 莉莉心里 突然产生了一种 诡异的情绪 处罚 什么样的处罚 能够严重到 第二天都不能来上班 而且 马克可是因为 他才受到惩罚的 这是因为 他试图从分离区 带离一张纸条 这里的工作内容 这些给数字分类 放进箱子里的 愚蠢工作 到底为什么需要 这么严格的保密措施呢 还是说 这里的数字 压根就不是他们理解 意义上的数字呢 莉莉盯着这些数字 不敢用鼠标 轻易地做任何操作 胖子抬头 透过他的办公桌 对莉莉解释了起来 这份工作 最好不要带脑子做 根据直觉走 是最合适的 除此之外 部门会根据你的准确度 奖励一些小礼物 比如说 如果你的准确度 很高 到达了85% 那么你将有机会 参与评比部门年度之新 甚者有机会 得到一副 新的收集套和橡皮擦 再比如说 如果你的准确度 到达了95% 甚至到百分之百 那么你将享受到 卢蒙工业最大的奖励 接受基尔一根 也就是上帝的 亲子训诫 当然 没有去永恒厅 接受过教育的莉莉 当然不知道 得到上帝的亲子训诫 意味着什么 对于分离区来说 刚报到一天的莉莉 工作人格 只不过是一个 无知无畏的新生儿而已 她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很多 她还没有得到 被规训的机会 这也就是她做出 这一连串反叛行为的原因 胖子当然明白这一点 但是莉莉很显然 不怎么喜欢听人解释 她更喜欢 直接和暴力的解决方法 此时此刻 一声哀嚎 打破了胖子的教学 那是老卷发出来的 她的眼神空洞神色 惊口活脱脱像见了鬼 不一会儿 老卷就在保姆小孩的 独促之下 绕过了错综复杂的走廊 准备前往健康检查室 老卷走了之后 他们两位又开始了 工作上的交流 的确正如马克 和胖子教学的那样 莉莉的确能够凭借感觉 将某些数字放到盒子里 但是这些数字 还有这些盒子 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宏观数据精简部来说 大部分的文件处理 都是在赶时间的 这些数字 也许代表着地球上 或者宇宙中的某些东西 某些生物 甚至是人 它们被分门别类地 放在箱子里 那么此时此刻 莉莉不得不出现 一种诡异而大胆的联想 如果 这个数字真的是人呢 如果这些盒子 就是这些人类的归宿呢 所以这些工作内容 才不让泄露出去半个字 卢蒙工业真的 手眼通天全知全 能到了这种地步吗 如果基尔一根 真的是上帝 那还需要那些手术 和这些员工干什么 这些矛盾且深奥的问题 充斥在莉莉的脑海中 此时此刻 她想到了之前的 那个员工佩奇 她无比好奇地询问胖子 既然主体人格 根本都不可能同意离职 那么佩奇是怎么离职的 佩奇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胖子是这样回答的 作为胖子 老卷和马克的 是一位很好的领导 家人和朋友 她很优秀 人也很友善 但是仔细分析她的行为 又会觉得她实在是相当奇怪 她的身上有一个大秘密 她知道一些其他人 根本就不知道的真相 而这些真相会让她死得很惨 即便她自己努力地在隐藏这一点 但是她太恐慌了 就胖子来说 等到胖子发现这一点的时候 佩奇已经离职了 相比于想知道离职方法的莉莉 马克比就想知道佩奇去哪里了 同样也想知道 佩奇在离职之前 最想对她说的话到底是什么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佩奇离职之后 主人格的马克并不会认识 这位一师一友一兄的佩奇 而佩奇也并不会认识 这位志趣相投的下属 即便两人踏肩而过 即便两人面对面 所以说这件事 对于工作人格的马克来说 无疑是绝望的 胖子不知道的是 更令马克绝望 甚至毁掉马克三观的是 正在发生中 回家后的主人格马克 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站在他家的院中不远处 作为主人格 他从来都没见过这个男人 但他可以无比确定的是 没有一个人会没有任何目的 在这个下雪的深夜 站在他家的后院里 硬眼看着他 好像两人已经认识很久了 那个男人出现又消失 好像是一个错觉 然而最终两人得以 在咖啡厅见面 佩奇很快就自保家门 他告诉了马克的主人格 自己是工作人格的同事 而他之所以在外面的世界 还能认出马克的原因 是因为他压根就没有做记忆分离手术 他是个间谍 或者又可以说 他是一个异类 但是他并不是自愿变成这样的异类的 线下有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他必须在一个很秘密的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地方 才能告诉马克 这个红色信封里 写着佩奇秘密基地的地址 佩奇再次305身 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甚至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城市中 奴蒙工业的人不会放过他的 所以马克是他活下来的唯一机会 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确定这一点 但是佩奇知道 主人格对工作人格的态度 以及工作人格对主人格的态度 是截然相反的 而毋庸置疑的是 拥有完整认知的是主人格 而这个主人格 一定会对没有完整认知的工作人格 产生巨大的兴趣 果然 郑德老卷因为产生了幻觉 被勒令前往心理咨询室做治疗 郑德胖子和莉莉正在交流 那些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是 郑德他们都在怀疑马克 昨天因为在休息室中接受了惩罚 得了严重的后遗症知能 在家休养的时候 马克的主人格驱车 前往了这个陌生的诡异男人 要求他到的赋约地点 主观意识上 他不认为自己认识这个男人 而且意识中 他却认识这个男人的味道 离整个卢蒙工业区 相当遥远的一间 废弃的种植园中 这个自称佩奇的男人 却窝在其中 一直做一件很奇怪的事 他在用粗略的笔法 画一张草图 不 应该说是地图 错综复杂的笔触 勾勒出了这张地图 与其说是地图 倒不如说是迷宫 佩奇告诉马克的主人格 这就是马克的工作人格 每天上班的地方 这就是卢蒙工业 饱受勾病 却大名鼎鼎的部门 分离去的地图 佩奇和做分离手术的医生 相互配合 在做分离手术时 对芯片做了手脚 现在导致了一种结果 那就是佩奇的人格 并未分离 专属于他的工作人格 并未被创造 而导致他如此疯癫无状 穷困潦倒 连个躲藏之地都没有的原因 就是因为 分离去里的生活 是所有人胆以想象的离谱 而佩奇也谈到了 那个令人好奇的休息室里 每个因为重大错误 而接受惩罚的人 到底在里面做什么 佩奇将曾经的一次 他在休息室中的惩罚内容 完整地录制了下来 里面有两个男人的声音 一个是保姆小黑的 而另外一个 则是无助迷茫的佩奇的 佩奇在小黑的要求下 将上帝基尔 关于改正错误的语录 念了一遍又一遍 即便他重复这几句话 很多遍甚至到了 口干舌燥的地步 但小黑依旧只有一句话 回应他 你还不够真心 只有你自己相信了 我们的惩罚才算结束 这惩罚的内容 听起来稍嫌二书 一根家族很想要 借鉴了一本 好久之前就流传的小说 《1984》 而《1984》中的男主角 史密斯念的 则是老大哥的语录 和分离去的把戏 简直如出一辙 佩奇想告诉马克的是 你现在获得的 衣食无忧无忧无虑的生活 是你出卖自己的 另一部分意识和身体换来的 你的工作人格 在那个冰冷的地底下 饱受摧残 而你的本人格 却在这里过着自由解脱 什么都不用记起来的日子 如果我们要反抗鲁蒙 反抗他们的分离区 反抗他们制造的 荒唐的洗脑事件 反抗他们制造出的 独裁国度 我们必须拿到 能够对鲁蒙工业 一击致命的证据 但是佩奇也知道 宏观数据精简部 不过是分离区的 其中一个部门 而他能探索的迷宫 也只不过是 分离区的冰山一角 分离区也许会有 无数的部门 也会有无数的秘密 但对于佩奇来说 这样的遭遇 早就让他的脑袋 潮中附和 他长期处于崩溃的边缘 作为唯一的一个 没有接受分离手术的 分离区员工 他根本没有离职 他是在一根家族的 眼皮子底下逃跑了 所以卢蒙工 也不会让他 这样一颗定时炸弹 出现在公众面前 说出真相 所以佩奇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 也需要物质上的慰藉 总之马克表示 愿意把他藏起来 到现在为止 主任格的马克 还是不知道 这件事的严重性 毕竟 受到虐待折磨 和无视无刻监视的人 不是他 他完全无法感同身受 即便这些事 发生在他的身体上 和他的脑子里 可这一切就像是一个 关于其他人的 诡异故事罢了 佩奇也许太天真了 卢蒙工业之所以敢做这一切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以为 自己的钱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包括一个人 从出生就开始 建立的意识形态 那么既然如此 哪怕佩奇和马克 偷出了所谓的证据 又能拿卢蒙工业怎么办呢 还会有大众选择 相信他们这些弱者吗 那时候 还存在没有被 一根家族收买的当局吗 可佩奇现在 无法想象这些问题 现在唯一能够支撑 他活下去的 就是绘制完这张地图 他那超负荷的脑子 经常让他分不清现实和记忆 他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呢 而他也无比地想念自己的女儿 而他也无比地为他那些 甚至想不起自己 家庭成员的同事们 而感到唏嘘 马克再次回到分离区 而他的工作人格 得以再次出场 他的家人们 也已经全部到场了 至于在地表上发生的事 至于那个听起来 就像是阴谋论的诡异真相 至于那个跟疯子没差的佩奇 工作人格的马克 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记忆是从那天 出休息室之后 开始揭上的 由于他不在场 他当然也不会知道 在昨天 莉莉的工作人格 已经在胖子这 学到了不少东西 因为按照他的猜测 经过了这几天的教导和规训 还有这里这可怕的科技成果 莉莉早就已经知难而退了 他应该早就已经放弃 从这里离职的可笑想法了 但他并没有 他依旧在工作时间 时不时就玩失踪 做一个已经成长了 好几年的马克的工作人格 他看莉莉就像是一个初中生 看一个幼儿园小屁孩那样 他现在能想到的所有的方法 都已经被人尝试过了 别说是用马克比在自己胳膊上 大腿上流盐了 就算是你将纸条和塑料袋 一起吞进肚子里 算好时间之后 认为这纸条应该能 被主人格给排泄出来 也会被主人格给发现 这些颇具想象力的方法 的确在最开始的时候 给分离去找了不少麻烦 但现在有这些前人的经历 这电梯被做了更进一步的完善 所以说 无论你把这些带蚊子的东西 藏在哪里 哪怕是藏在体内 电梯中的警报 依旧会被出发 出发之后的结果 很显然有两种 第一种 马克继续顶包 去休息室接受惩罚 第二种 莉莉亲自接受惩罚 但是即便马克 真心愿意帮他顶包 这帮上司会同意吗 现在看完 莉莉迟早有一天 因为自己的原因 进去那里 为了更好地 给每一个工作人格洗脑 也为了更好地 让基尔一根成为上帝 分离去中 除了休息室之外 最重要的地带 就叫永恒厅 就连这名字 都藏着十足的心机 不得不说 这个建筑设定的很好 因为绝大部分的员工 坚信基尔就是上帝 也的确将基尔的话 当成了世界上的 唯一真理 但是表面上 好像是相信的 但是相信也分程度 最跟忠诚的教徒一样 即便是忠诚 也是分程度的 有人则是狂热的忠诚 有人则是一般的忠诚 还有人则是 不屑一顾的忠诚 但就分离去的 总管门的调查显示 年纪越大的人的 工作人格 对基尔这套东西的 接纳程度越高 而年纪越轻的人的 工作人格 则要显得轻浮得多 而就马克 已经发现了 两个部门来看 每个部门中 都起码有这样的 一个老年员工 他们多半起到了 领导作用 由于最近 莉莉在这里的幺蛾子 姨女士不得不提前了 洗脑项目的进程 在莉莉就任的第三天 就要求整个 宏观数据精简部的 四个员工 一起前往永恒厅 再次接受深刻的教育 在路上 他们却遇到了两个人 那是马克 他们已知的 天塔去接受 心理治疗的时候 就已经率先见过 相比于宏观数据精简部 光学设计部的工作 似乎要具体和好理解的多 他们专门负责 绘制整个区域内悬挂的画 除此之外 还有在分离区内部 流传的记忆卡片 提醒卡片 以及分离区的logo 或者宣传用品的绘制 而这就是所谓的 流通艺术作品 除了书籍上的文字之外 画面很显然是另外一种 非常有效的表达形式 人类可以从历史 遗留下来的画作中 推导历史 也可以从一个公司 专门设计出来的马克杯 或者是塑料袋上的图案中 得到这个公司的精神内核 而卢蒙工艺的分离区 则是将这两者完美融合 试问 千百年来 我们为什么会对 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 上帝之子耶稣的样貌 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 因为那些天主教堂中 悬挂的画作 因为那些精致的大理石雕刻 所以毋庸置疑的一点是 这些艺术品 是意识形态的最好载体之一 而且绝对是最直观的 比那些基尔语录 还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光学设计部门的主管 是一位性格温和的 保守老男人 鸟术的原因 也就昭然若揭了 他和老卷一样 对伟大的基尔话语中的 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 他们保守谨慎 他们已经丧失反叛精神 罗蒙工艺的分离区 希望他们做到的 就是影响其他的员工 也和他们变得一样 对于老卷来说 他从来都没想过 自己竟然能在 这错综复杂的分离区中 认识这样一位 秩序相投的同龄同行 正因为这个原因 永恒厅之旅 老卷绝对是最兴奋的 永恒厅之所以被称之为永恒 本身就是因为字面意思 这个展示厅中的摆设 大量地使用了 蒙太奇这个技巧 以上帝基尔为中心点 伊根家族 农工工业的所有管理人 都被做成了蜡像 放在主厅之中 而这些栩栩如生的蜡像旁边 都会配上代表 这家庭成员的物件 以及他们的语录 伊根家族的人 还真都是世间少有的精英 说出来的话都是一样的 洗脑 空洞 不知所为 顺服自己的脾气 你就能像我一样优秀 我们对待我们的员工 就像是对待我们的家人一样 除此之外 鲁膜工业还在多年间 致力于研究人类的发展 他们对工作人格们宣传 鲁膜工业 研发出的每一个科技成果 都是为了人类能更好的发展 都是为了地球上的全人类 能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即便这样拙劣的宣传 满是漏洞 也极其荒唐可笑 但是对于这门工作人格而言 这些话没什么值得可笑的 细细想来也许好像 还能有点道理 而永恒厅的残观行程 也终于到了最后一步 科技感十足的 办公区的正中心 竟然是一栋老掉牙的古典别墅 在老卷骄傲的介绍之下 这里就是上帝基尔 之前的住宅 一比一完美复刻 我们虽然无法见到基尔的真容 但是我们能在这房屋中感受到 他的指挥与力量 老卷继续激情澎湃的介绍者 可其他三位年轻人 显得兴趣缺缺 特别是最应该受到 熏陶和教导的历历 参观的全城都是一种 心不在焉的状态 这是绝对的对基尔的不尊重 而对于他们这帮工作人格来说 最珍贵的莫故于 接受上帝的教会 只有上帝基尔的存在 他们才能存在 这难道还不至于 让各位员工 卑躬屈膝地 接受一根家族的熏陶吗 工作人格的马克的个性 其实相当有意思 他几乎从来不把情绪 写在脸上 即便面对激动的老卷的质问 马克也能微笑到 慢条斯理的解释 两人东扯西扯 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他们跑题了 而且他们不但跑题了 这场参观宴会的主人公 干脆直接消失了 莉莉又不见了 此时此刻 保姆小黑正在阅读一本 《来自于外部世界》畅销书 一时之间忘记了监视 而莉莉也不管什么 薛定恶的猫什么玻璃二象性了 如果这盒子中的猫 是波动的状态 如果这只猫 永远都不能决定自己的状态 那么把盒子打破就好了 可是那张别再回来 送给主人格的纸条 还没能到达那外部的楼梯间 一个强弹的力量的出现 阻止了他这样 皮肤汗术的愚蠢行为 但是马克还是来往了一步 警报喜闻乐见地被处罚了 而这次马克深知 即便他很想 可是安保主管 也不可能允许他再代替莉莉 进入休息室了 最终莉莉进入了那扇门 在小黑的逼迫与坚实之下 开始了他的改错之旅 步骤永远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念字的人不同 毫不夸张地说 这是一种酷刑 警察对凶残的连环 杀人犯的逼供 也不过如此 莉莉的休息时间一定会很长 也许到今天下班之前 也见不到他出来了 但是外面的这几位 也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因为即便他们根本没有 莉莉如此反骨 他们都几乎没有能在下班之前 就从里面出来 不过莉莉的用时还是太长了 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忧 让马克一直留到了下班之后 分离去的绝大部分人已经下班了 现在大概只有安保主管 正在他的房间里盯着哪些接恩视频 就像是命运的指引 马克突然心血来潮地决定 在这个时候更换全家福 即便莉莉根本就不在意 到底换不换掉这些合照 但是每次看到佩奇这张脸 马克的心中都会浮起一种莫名的口慌 这些相框都没问题 直到佩奇的相框 因为这张全家福的背面 是一张绘纸粗裂不明就里的地图 不 说是地图倒不如说是像个迷宫 这如同一个儿童作品的东西 却让马克感受到无与伦比的恐惧 直到他看到了休息室 只是占据了整张地图的小小抑郁 而所有的走廊最终指引到了一个地方 思想 佩奇用疯癫的笔法在这张地图旁边写道 我们在这里 谁问我们并非全部都在这里 是一条马克早就知道的设定 而他现在不得不问一句 佩奇 你的身上到底经历了什么 主人格回到家的时候 被他藏起来的佩奇已经不见了 正当主人格的马克 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 寻找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时候 淒厉的警笛声 出现在街角的一家便利店外 马克眼睁睁看着这个自称佩奇的男人 和工作人格是最好朋友的男人 以及致力于打败手眼遮天的 鲁蒙工业的男人 由于那无法抵抗的恐怖后一阵精神错乱 而最终被鲁蒙工业的人找到 他即将前往万劫不复之地 马克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他必须消除和这个男人交往过的一切线索 然而这个时候 留下了一台非智能机 而一通电话正打网这台手机 主人格马克不敢接这通电话 就像他从心底里不想了解工作 人格到底在经历什么一样 他生怕自己会被扯尽 打败鲁蒙工业 揭穿他们的暴行 这些足够毁掉一切的恐怖意想中 所以他将手机藏在了屋外的垃圾桶里 莉莉就任于宏观数据金简部的第四天 他今天喜闻乐见地迟到了 毕竟昨天是他第一次进休息室 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 自从莉莉来到部门之后 他们就没好好地干过活了 他就像是一个吸血石 吸引来了一连串的诡异发展 就比如说今天 部门里竟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是昨天光学设计部的鸟叔 我之前也说过 鸟叔和老卷一样是妥妥的绑手牌 所以作为被认出来的两个部门 鸟叔尽力撮合两个部门搞好关系 最好找机会搞搞涟漪什么的 但是这个提议果然只吸引了老卷的兴趣 老卷相当积极地跑到了光学设计部 参观了他们的工作间 欣赏了那些能够深刻表现 一根家族圣地之力的画作 其他几位对联谊这档是兴趣缺缺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曾经看过 流传在分离区的一幅画 那上面画着两个部门自相残杀的场面 而参战的两个部门 就是数据部和光学设计部 当然这画也是光学设计部的人画出来的 这所谓预言的东西 也只不过是光学设计部的人 根据基尔在某些书上的语录推理出来的 所以说也许数位谋面的光学设计部 早就对他们宏观设计部 有什么诡异的企图也说不定 鸟书这突然的嗜好 只不过是为了那条所谓的预言 能够正常发生而已 不过老卷倒是觉得 鸟书是真的想要联谊 而他也完好无损地 从光学设计部中走出来了 但是在他回来的路上 他却发现了小黑落在会议室里 那本从地表带下来的书 这是妥妥的违禁品 而在此之前 胖子也发现了马克 藏起来的佩奇绘制的 那张稀奇古怪的地图 就此 数据部的四位员工 发现了一个事实 说是不在乎 但实际上 他们对主人格是无比好奇了 在这一点的激发之下 莉莉做出了她的倒数 第二次离职尝试 她找到了银女士 并且试图用材质器 切断自己的五根手指 除非他们同意 她给主人格录制一段辞职视频 她真的在这里 再也多待不了一秒钟了 辞职视频如她所愿录制了 而数据精简部的各位 如果这次成功了 她们也绝对会在未来效仿这一点 但很可惜的是 莉莉还是从触发器中回来了 并且得到了主人格的一条回应视频 明明长着同样的脸 却有着两套意识 主人格告诉工作人格的莉莉 她是绝对不允许离职这件事的发生 而且如果工作人格想不开 要伤害人身体的话 主人格会立刻让工作人格消失 莉莉的辞职申请 再次被正视不回 而且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她应该再不可能做出什么 可笑的尝试了吧 莉莉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而马克在回家之后 发现昨天那个自称佩奇的男人 已经确定死亡了 她本不应该参加这场葬礼 她的确没有任何立场 但是她还是出现在了这里 并且她惊讶地发现 她的邻居 这位大姐也来了 大姐又是怎么认识佩奇的呢 马克还见到了佩奇的女儿 而在葬礼上 这个优秀的老头的一生 在地表世界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 在所有人面前再放松 她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她深爱她的女儿 而且很有才华 她说话慢条丝里 却字字充满着人生哲理 马克明明不认识她 却莫名其妙地在心里 对她做出了如此高的评价 而随后在回家的路上 她将车开到了一个无人的路段 下车掩面 哭了起来 不得不承认的是 马克的主人格 在接受分离手术之后 哭的次数明显变多了 但是有一些哭泣 是没有来由的 比如说这次 第五天的公司生活 一样是丰富多彩的 部门里的各位都跑不见了 马克找到了机会 开始读那本红色封面的禁书 这个作者就 我到底是谁 我应该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进行了丰富的阐述 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是一个意识自由的生灵 我的意识是肉体的牢笼 他字字珠基反对着分离手术 反对着将人一分为二 马克的工作人格 在看到这些文字之后 很难解释自己的心情 按照理论来说 他应该否定这一切 因为他就是因为分离手术 才得以被创造的 但是他潜意识里的声音 却不是这样说的 他想了半天 也许是因为他也算是一个人类吧 虽然形态略有一些畸形 但是很快 他这摇摆的形态 竟然被一女士发现了 他必须要接受 升职之后的第一次 强制性心理辅导 而他也到达了心理辅导室 见到了菲尼区 唯一的一位心理医生 医生用那柔和的声音 安抚着马克的情绪 老卷和鸟书的关系 越发接近 他们贪婪地讨论着 对上帝基尔真言的理解 他们疯狂地互相刷着好感度 胖子在长时间的工作之后 走到了马克的工位 发现了那本被他藏起来的书 一切都在自然运转的同时 那个女人 莉莉把一条绳子 系在了那个罪恶的电梯的悬梁上 扎成一个圈之后 将自己的脑袋套在了圈里 而他知道 这是他最后一次离职申请 很显然 失败了 要怪只能怪人的脊椎 在某些情况下 实在是足够坚固 随着莉莉做出的惊人举动 整个精简部氛围 开始彻底逆转了 那些不完分的分子 彻底被调动起来了 其他三位不知道 怎么形容这种现状 因为尝试自杀之后的莉莉 和现在的莉莉 是经历了一次人格交换的 不知道她的主人格 看到这伤痕之后 会是什么反应 工作人格和主人格的信息 是无法互通的 知道两边的真实情况 只有卢蒙工业本身 一旦工作人格在分离区 接受了一些非正常的活动 比如说休息室中的惩罚 还有莉莉这种自残行为 龙蒙工业在经历这一切之后 都会给主人格一封信 然后为这个伤事发一个谎 至于这么严重的伤痕 这帮人是怎么撒谎的 大概只有莉莉的主人格 自己知道了 不完的分子在到处攒动 各种反叛改革的念头 在这几位的心中涌起 但是他们现在 还只是在尝试阶段 由于这一切的变革 都还没有理论支撑 所以没有被付出时间 只是单纯的蠢蠢欲动 也许尹女士透过监视摄像头 发现了这一切 也许她没有 只是因为莉莉的行为 太破坏平衡 所以她决定派医生本人 前往数据部 对莉莉的一言一行 进行监测 以防她后面 还有自杀的倾向 医生是分离区 一个很特殊的员工 她的确直接受到 尹女士的领导和委派 也只需要听这几个高层的话 保护小黑和她几乎是平级的 但是与此同时 她几乎只是在心理治疗室出现 平时其他地方 几乎看不到她的人 她的治疗内容 绝大多数人都能猜得到 无非是跟你念念 吉尔的语录 再跟你分享一下 你的主人格在地表上的生活 告诉工作人格 你的主人格是个 怎样优秀善良的好人 因为工作人格 接受完全相同的教育 他们的心理问题 或多或少是差不太多的 不过就算他们真的 有很复杂的问题 医生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因为医生 也是一位接受了 分离手术的员工而已 他负责解决 工作人格的心理问题 全面想到 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工作人格罢了 医生来到部门之后 莉莉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 医生决定及时止损 带她到某个 从来都没听过的部门 接受训诫 此时此刻 马克又站了出来 他说部门里的笔报数量有问题 想让莉莉和她一起去看看 事不过三 莉莉现在也终于承认了 马克对她真的很好 而马克也不只是为了 帮她解围才跑出来的 自从她拿到了 佩奇留下的地图之后 一直想多转转 想要更完善这张地图 不对劲 他们两个之间 涌现出了某种不可言说的荷尔蒙 而胖子也想到了 之前的部门自相残杀的设定 所以在老卷想要再次 单独会见鸟叔的时候 出手阻止了两人 于是这两位 就像是苦命鸳鸯一样 尽管隔着一扇玻璃 依旧让两人能够细笑眼开 但是胖子还是不能同意这一点 老卷也知道 就像是想让他们明白 奇尔的神圣之处一样 要让他们接受光学设计部门 也许还需要发生点别的事 但是这一切 都不会影响他和鸟叔的关系 以及那诡异燃气的倾诉 雷利和马克散步一般 似乎到了走廊的另外一边 是在光学设计部 以及宏观数据精简部 截然不同的方向 而他们在这光线不足的走廊中 发现了一只羊 而不只有一只羊 是一群 还有一个男人 地表的那位上帝耶稣也抱过羊 耶稣抱着羊 代表着规训驯服之意 这个西装革柳的男人 也抱着羊 还拿着奶瓶喂羊 但是这个男人绝对不是耶稣 耶稣是坦然的 而不会跟这个男人 一样露出这样惊恐的表情 喂羊的男人大叫 这还不是时候 你们赶紧滚 面对这一切诡异景象的马克和莉莉 又开始问自己那个问题 分离区到底有多少部门 而他们做的工作 到底对于这个地球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宏观数据精简部的各位 最近一连串的触格行为 简直让淫女是愤怒 他们在一步步脱离他们的监管 脱离一根家族本身 让他们这帮人在这里存在的意义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并没有按照规定 完成他们的工作 是宏观数据精简部的每一个人 都没有 这是莉莉加入的第六天 而她已经以一己之力 让这一切都乱了套 甚至让这帮人都无心工作 董事会也借秘书之口 亲自通知了淫女士 如果宏观数据精简部的指标 在季度末之前还没有完成 整个分离区的主管将连坐 而第一个被整个人 一定是淫女士 愤怒的淫女士从来都没有吃过这种亏 她对上帝基尔是如此的忠诚 基尔的每一句话 都是她接下来人生的信条 她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按照整个一根家族的人的要求 管理这帮员工 就是为了让董事会能够接纳她 一根家族能够接纳她 甚至上帝基尔能够接纳她 但是她这么多年勤勤恳恳 不分昼夜的高压工作 就要毁在这四个傻子的手里 她绝对不可能允许 但是即便她愤怒地再三告知马克 如果她这个主管再和这帮员工一起闹腾 那么她将会第一个受到惩罚 她将得到一段最长时间的休息 但是没有用 反叛的气息已经被莉莉给带起来了 这帮愚蠢的工作人格 竟然妄图寻找他们更多存在的意义 他们甚至想探究全知全能的基尔为何 让他们这帮蠢货聚集在一起 这是该死的图神 但是这帮熊孩子可真是反骨到了极点 不让他们做的事就偏偏要去做 之前的部门残杀的图 之所以能够被董事会同意拿去宣传 就是不希望分离去的部门与部门之间通缉 而这一切该死的 好像是命运的指引 越不想什么什么就会发生 在老卷和鸟书的吉利促成之下 两个部门交换了信息 而那张佩奇绘制的初吉利图 也得以被填得更加完整 而老卷并非神物无私之人 他只是顺带做一点好事而已 他做这一切只是想要多接触一下鸟书 因为他发现他们两个相爱 那种暧昧的气氛 让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 违背鸡儿给他们的神域 这种原始的感情 可以让他们背弃上帝 但是接踵而来的是无休无止的惩罚 由于这次通缉 马克被愤怒的尹女士 当场送进了休息室 他给他披下了分离去 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休息时间 除此之外 离开的不是时候的医生 被定罪为善离职守 也被送入了休息室 高负荷的休息让马克的主人格 晕晕糊糊的 他觉得今天晚上自己很难集中精力 在和新女友春宵一夜之后 他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 因为他永远都忘不了 那个自称佩奇的疯狂的男人的脸 也忘不了那只手机 而当他前往垃圾桶 刚拿出这只手机的时候 一通电话打来了 这个号码给这通电话打了很多次 佩奇死亡之后 这号码也还是在精心一样的尝试 还是那句话 就像是命运的指引 马克接到了那通电话 对方是一个女人 他对马克接听电话的这个事实 显得毫不意外 他飞快地跟马克约定了见面地点 那是马克在一切开始之前任职的大学 他立刻趁着夜色前往了大学的地下室 这个女人告诉他 他就是和佩奇通气的分离手术医生 他知道的很多 而自认为万能的卢猛公司 和找佩奇一样 在全国挖地三尺地寻找着他 所以他不觉得他说的这一切 能让马克这无忧无虑的主人格能听懂 但是一个不速之客到访了 那是跟着马克来的尾巴 而这个男人马克不认识 这个男人却认识马克 因为他就是从来都没有做过分离手术 分离区安保主管 这个柜子手 平时那一副笑人得知的得瑟样 在地表上好像不怎么管用 手术医生三下午出来的 就将他的脑壳打开瓢了 他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纯粹了结局 让你想看接下来的一集 不过这位手术医生杀死了安保主管 也为分离区接下来的彻底混乱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 手术医生将安保主管的门卡塞给了马克的主人格 他无比笃地地说 工作人格会清楚地知道该如何使用的 在他从大学回来之后 女朋友察觉出了他的不对劲 的确 他很不对劲 自从佩奇出现之后 不得不承认 他对工作人格经历的那一切充满着好奇 而主人格需要面对的问题 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但是这个问题是他去接受分离手术的唯一原因 他深爱的妻子离他而去了 即便很多年过去了 马克也换了很多的女朋友 在妹妹的帮助下 他也寻找了很多办法让自己解脱 但是他做不到 他是无比地想念着亡妻 也是无比地讨厌自己那顽固的记忆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他才选择了接受分离手术 但是新女朋友并不能接受这点 马克的主人格早该知道了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接受 他一直深深陷入之前那提早结束的婚姻之中 无法自拔 在两个人的争吵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马克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将老婆忘得干净了 将他拥有的最后一张王妻的照片 当着女朋友的面给撕成了碎片 他露出了相当勉强的笑容 他的声音开始颤抖 没有女人会看不出来 他根本没有准备好 而他也根本不打算去准备好 在马克经历惊魂一夜的同时 胖子则经历了他最不堪回首的一夜 他脑子里的某个开关被人力打开 他睁眼的时候 他蹲在家里的储藏室中 而小黑站在他的面前 让他把从光学设计部偷拿出来的小卡片交出来 按照之前的训练 他马上如实回答了小黑的问题 告诉他 卡片被放在了公司厕所的马桶背后 但是这一切还没有完 小黑并没有来到机关上切换开关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孩子冲了进来 大声叫着胖子 爸爸 很显然 小黑手动将他的人格切换了 工作人格怎么也没想到 他竟然存在的时间中 能见到一眼主人格才配拥有的孩子 这样的切换 让胖子彻底疯狂了 他的脑子不是机器 即便罗魔公司 真就把这帮活生生的人 当成机器来看 他们真的也太高估人类了 这些问题 让工作人格的胖子 已经逼近了疯狂的边缘 上帝基尔的教诲 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了 他现在充满着嫉妒愤恨 他现在贪婪的要求 享受当一个父亲的快乐 他见到了外面的世界 所以他那原本可控的欲望 渐渐的开始往地表世界倾斜着 这一切都变质了 又或者的确是分离区 这帮管理层草率了 由于莉莉的努力 她的准确度到达了75% 而因此他们也得以 多出了10分钟的舞蹈时间 在这怪蛋的拦掉音乐 和光线之中 胖子疯狂了 他怒吼一声 恨不得要和小黑 评个你死我活 他大叫着 让小黑把儿子还给他 其他三位的脸 则彻底变了颜色 胖子将昨天晚上的经历 如实地讲给了这三位听 而配合着那张马克工作人格 在裤子里找到的安保文卡 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 隐喻而生 他们要逃出这里 他们要到地表世界去看一看 去看看主人格 拥有的那些 他们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 而主角团正在谋划 掀翻这些遮羞布的时候 分离区的主管们 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他们不但给宏观数据部的大门 加装了上锁的大门 老卷还发现 鸟叔竟然被他们逼到辞职 而他们两个的最后一面 竟然是在送别宴会上 现在剩下三个人 也都拥有了要搞垮这一切的理由 现在最后的问题 找到方法 找到主人格和工作人格 能够手动切换的方法 他们还需要等待 等待到第二天 而创者这个目标的四人 都在卯足了进工作 莉莉的准确度 甚至到达了百分之一百 在她奋力工作的同时 姨女士还不忘了 监视着四位的电脑屏幕前 他们的脸 终于在所有人 心惊胆颤的情况下 宏观数据精简部 终于提前完成了 本季度所有的任务 莉莉得到了基尔的一段嘉奖 除此之外 他们还能选出一位员工 接受到最高荣耀的 华福比盛宴 我的家长马克 他被允许接受 最后一次医生的心理治疗 很奇怪的是 医生对马克 马克对医生 他们两个之间 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吸引力 或者说是情绪 马克很在乎医生 而医生的工作人格 与精简部这四位比起来 还要更让人一言难尽 上次观察莉莉的八个小时 是她连续醒来最长的时间了 而不得不说的是 经历她最大的一次变革 而医生则会消失在那 没人知道的部门大门之后 宏观数据精简部的各位 等来了季度聚会 而莉莉是因为 之前的一切错误 被懂事会解雇 老卷将她背诵了 多年的基尔语录拿了出来 将一块蛋糕放在了书页中间 在狠狠的和尚 这代表着 纯粹的人性终于被唤醒了 基尔再也无法控制 他们的所思所想了 而卢蒙工业的真面目 即将被彻底揭露 在大众的眼皮底下 胖子自愿参加华夫饼盛宴 成为分离区的 最后一个留下来的人 根据安保主管的册子 上面详细记载了 如何人工手动 强制切换人格的详细步骤 他要负责三个人的切换 而这三个开关离得非常远 再接上切换 时间点不好把控 可能会出现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 人格被切换的情况 这倒是风险 但是能够上地表去看看 有一点风险又算什么呢 在参体面的华夫饼盛餐之后 胖子戴上了基尔的头套 坐在了那在永恒区的 基尔豪佳的卧室中 看着一堆不属于这个时代的 舞蹈演员戴着怪诞的头套 表演起了诡异的舞蹈 这疯狂的场面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 胖子早就不见了 他拼尽全力使用了 自己最强悍的一次 记忆力和柔韧性 将三人的开关都打开了 工作人格再现了 马克发现 他的妹妹刚生完孩子 而他的妹夫竟然就是那位 写违禁书籍 反分离主义的大作家 至于尹女士 一直都住在他家的旁边 还自告费用 成为了他妹妹的保姆 老卷发现 他孤身一人 养了条狗 曾经是海军 还喜欢画画 他画了无数次的画 都只有同一个内容 那就是那扇吞噬了 医生的大门 出此之外 他发现鸟叔 在现实里住的房子 而他并没有因为离职而悲伤 他和他的伴侣喜笑掩开 他将永远都不记得 老卷这个人 而最反对分离手术 甚至还一丝抵抗的莉莉 发现他竟然就是 一根家族的一员 现在鲁蒙工业的总裁 是他的父亲 而他也只不过是因为 想要更好地向所有人 推广分离技术 所以才自告费勇地接受手术 而他那些在宏观数据 精简部中的经历 好的照片都被拍了下来 成为了今天这场盛会的 异力焦点 如果没有这场人格的切换 莉莉就会当着所有媒体 和上流社会人士的面 宣布分离手术 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而鲁蒙公司对待员工 真就像对待他们的家人一样 如果没有这场人格的切换 马克永远都不会知道 那个在地底虐待他 折磨他的女人 竟然还入侵了 他的主人格的生活 竟然还在监视他 如果没有这场人格的切换 老卷永远都不会知道 分离手术是多么的犯人类 然而尹女士终于发现了端倪 马克叫了他在公司中的名字 就这样 他疯了一样地赶回了公司 不停地拨打着小黑的电话 小黑发现了胖子 用绳索锁上了门 正义怪异的姿势 站在安保室中 这时马克发现 自己死去多年的王妻 竟然和那位心理医生 长得一模一样 他根本没有死 这时老卷正愤怒地 瞧瞧尿书家的房门 这时莉莉正在向下面 所有人宣布 他们是一群骗子 他们在下面洗脑每个人 折磨每个人 在那个鸡尔的带领下 我们是一群悲伤的傻子 我们从来都不快乐 这简直就是恶魔的产物 小黑终于割开了绳索 一把冲向了胖子的肚子 他松手的那一刻 一切都疯了 本剧的第一季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在一开始 我以为主创会在双重人格 或者是主角团的 工作内容上做文章 但没想到和我的 预想偏差比较大 但最后竟然被神奇的 缘回来了 而且还整得不错 不过无论如何 这部剧是绝对接近了 1984这部神作的 它比较完美地将 垄断寡头大公司 也就是传说中的 赛博朋克文学 1984楚门的世界 黑客帝国 以及精神分析学 等做了一个大融合 虽然bug很多 但是瑕不掩瑜 全程都是对 垄断大公司的批判 其他的一些 涉及到的设定 我都已经讲过了 这里也就不加赘述 当然 在其中我加入了 大量的我个人的 过度解读仅供参考 作为巨花了将近一年多的人 有这种作品的出现 我还是很高兴的 当然还是希望 各位有时间的话 能够去看看这部剧集 不要忘记收藏合集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长按点赞